2023-2024赛季,女排超级联赛半决赛已经过去一轮,比赛的火花在首回合中已经迸发。 现在,我们将迎来半决赛的第二回合,于2024年1月9日晚上19点30分准时打响。 这场焦点之战将由天津女排和江苏女排展开,争夺一个晋级决赛的名额。 回顾首回合,江苏女排与天津女排的对决令人印象深刻。 吴孟杰在首轮比赛中发挥出色,全场贡献19分,其中第一局的9分成为关键所在。 然而,他在面对对手的限制下,扣球成功率仅为32.7%。 相比之下,龚翔宇以41.7%的扣球成功率展现了出色的表现。 对于江苏女排而言,杨佳状态正常,而万子月未能达到四分之一决赛的水平。 在天津女排阵营,李盈盈在第一局的手感较差,但在第二局中找回状态,总得分达到16分。 王毅竹以42.4%的扣球成功率成为第二得分点,而王圆圆的扣球成功率更是高达52.6%。 总体而言,天津女排展现出明显的整体实力优势。 第二回合的比赛亮点,无疑是李盈盈与张长宁之间的对决。 李盈盈是否能应对张长宁的挑战,而张长宁未复出,可能使江苏女排陷入0比2的困境。 另一场值得关注的对决是王毅竹与龚翔宇之间的较量,他们将成为比赛的亮点之一。 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基础上,我们对比赛进程进行详细分析,吴孟杰的关键表现成为焦点之一。 而天津女排主力球员的得分情况也将受到关注。 李盈盈与张长宁的对决将决定天津女排是否能够晋级至决赛。 而王毅竹与龚翔宇的对决则是比赛中的另一个亮点。 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,使整场比赛更加引人注目。 江苏女排究竟是溃不成军,还是能够扳回一场胜利呢? 这一切将在比赛的最后揭晓。 最后,让我们期待第二回合的比赛,希望能够看到更为精彩的对决。 比赛结果的可能性分析,令人充满期待。 而赢得这场比赛的球队将迎来更大的挑战,面对着哪只强大的对手呢? 在比赛的后续展望中,胜者将晋级决赛,这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对决。 而落败的球队将不得不重新规划下一步的计划,为未来做好准备。 女排超级联赛的精彩仍在继续,让我们一同期待并见证这场激烈的角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